欢迎我们这个节目 无论男性女性猫狗都一样欢迎她收看 我们今集18楼CP座讲动物权益 所以身边找来两位嘉宾茶客也好 什么都好 香港人喜欢养猫狗的人一起来谈谈 养猫的就是Dora 你好 大家好 狗就是Peter 你好 为什么喜欢养猫 有缘而已 其实我对人以外的很多动物 我都觉得有亲切感 人有没有亲切感 不是没有 人比较可以发生的事情多一点 可以造成比较恐怖的问题多一点 但其他动物就好像 能够创造的破坏力没那么厉害 所以亲切感大一点 亲切感方面 Peter 为什么有养狗 你这些狗很大隻 我见过 我初初很喜欢马 马还大 我发觉马是很有人性 他知道你说什么 私利心情 难怪这么容易做马 你这么有人性 你有个练马师说他跑快点 跑慢点 但是马在家里就养不了 之前我也有养过一只马 一个星期才可以替他两次 不如找回一只在家里养一下 一只在家里养一只大狗 怎料一养下 那种感受 非常之令到我 从此开始 就是 喜欢了 有什么感受 狗又很有 很懂人性 非常懂人性 非常懂人性 他完全知道你做什么 可以说一句话 他只是不懂得说 跟Dora说没有破坏力 人也有破坏力 人也懂人性 但人也有破坏力 刚才Dora说 狗同意 但是那个程度低很多 动物那个 是 完全同意 Dora说的 养了之后 但是要奉献很多 作为男士们 要奉献很多时间 给狗 譬如带牠去逛街 为牠照顾牠两三餐 照顾牠洗澡 照顾牠大小异便 很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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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奉献出来 还是你请奔会做 我自己一手一脚去打理牠 不烦 不会的 当你喜欢那样东西 就不会有这个感觉 他给你一个心 当然我们更加知道要给他一个心 不厌吗 你怎样可以 厌 乐趣 你主要越看他越可爱 就算我见到其他狗仔也是 太可爱 我真的未感受到那种太可爱 反而Dora说感受到那种 法治内心 太可爱 太可爱 Dora你曾经同一时间 会否说养几只猫 我现在有三只 现在有三只 养猫的人通常一样养几只 是 不会说争风合草吗 有 有 有 同人一样会争风合草 有 完全是一个人的反应 会妒忌 会 不抵得 或者打架 这么厉害 是小孩子 等于你家里有几个小孩子 他会怎样表达出来 他不喜欢你摸另一只 例如如果我给一只猫吃东西 另一只猫觉得他没得吃 他就会做一些很生气的行为 或者追 browse那只 本来有的食物 那只猫 但就不知 猫有不同的一些杂性 有些猫 有一口猫饼 喜欢抛牙抛 分几次自己去吃 有一些是狼吞苦言 喂多少 他先马上和你清晒 清晒的那只 就以为子격到者 不忌凌 吃多少 都是有什么 怎么样我吃了就没 但是他理解不了 就是认定妒忌 另外一種 那你那三種分別是哪種的呢 家貓 家貓 不是養歌詩貓 富貴貓 哲耳貓 崇尚也不覺得一定要養名種狗 名種貓 因為一來不是名種的狗或者貓 它本身的體質是比較好 沒有那麼容易生病 或者出現一些先天性基因的問題 還有我覺得養貓 或者養狗 甚至其他動物 其實應該是出自一份你自己想和另一個生命相處 大家去愛惜對方的一個心 去愛護它 而不是買一種名牌回來覺得那個感覺良好 其實不應該是這種心態去養狗 那家貓是怎樣養的呢 我們的貓癡 貓白癡 貓癡 貓白癡 家貓是否就是斑紋 深刻色 很多種色都有 甚麼色也有 白色也有 因為家貓可能是混了一種 它可能是不同的長度 一隻修長 一隻普通貓養的貓 即不是波斯長毛 亦都不是暹朗貓 其實它們是一個普通貓養 但它絕對是有一隻貓應該有的一些可愛 一些它們自己屬於它們自己的性格 其實每隻貓跟人一樣都有不同的性格 我跟喜歡狗的說一下貓 我兒子都周圍看動物 我兒子九歲 我有次跟它走旺角 金魚街都有些寵物 那些貓呢 我用一個特別來言 那些貓喜歡自己玩 自己玩得一頓懵 扔東西給它 又已經在那裡 翻轉身 滾著 轉來轉去 已經玩得一頓懵 狗可以嗎 一樣的 一樣的 它自己在那裡躲起來 拿著玩具 自如的 當然它也有時間去玩 有時間去玩 有時間去玩 因為我們見到那些寵物店 躲在玻璃房裡 看到有些人睡覺 有些人玩 那些人真的很可愛 看到貓很傻 拿著藤籃 又咬 又四隻腳抱著它 又轉來 又一張燈又搭到地上 真的很隨致 我兒子都很想買 但我一定會給它一些責任感 驅使它 要考慮多一重 兩重 三重 想真點才好 對 對 總之是新的承諾 對 所以那次走完金魚街 觀賞完便可以了 我想跟阿多羅說一下 貓是否很高鬥 不是 貓的警覺性比狗 相對來說 是比狗強 貓在未曾對你建立信任之前 牠的防備是高很多的 但當你成為了 當牠是一家人 又養了牠一段時間 牠對你建立信任 其實牠完全是可以 你感覺到牠交託自己給你 牠可以擺一個姿勢 就是 如果你是惡意攻擊牠 或者整股牠 牠完全沒有戒備的心 是嗎 一樣 我試過幾次摸牠 其他的貓 很害怕 牠初步的警覺性是高一點 是嗎 狗不同 我最近在地盤守得多 你見到 有些人走過來 狗真的很隨和 小朋友玩得很開心 有搖頭擺尾 那是否狗的警覺性 牠的警覺性沒有那麼高 沒有那麼強 任何人都是朋友 所以狗經常沉狗 狗很容易跟別人走 對 有得吃就行了 對 有東西吃就搞定 不斷的 不斷貼了照片 尋狗 哪隻狗 牠又不見了 北京狗 西施狗 那些很有趣的狗 牠的警覺性沒有那麼高 自己走去玩 玩完 不見了 轉頭 牠去哪裡 轉頭牠跟著人 牠一直跟著那個主人 繼續生活 另一個主人 不是的 牠是不安的 不見了主人 牠是不安的 很不安的 我老闆娘那隻狗 我有次跟牠行山 牠見不到牠媽媽 就說狗仔到處走 Claudia那隻狗 我老闆娘就是Claudia 你好 你好 Claudia 說說養寵物 帶來大家這麼多樂趣 但也有時遇到很多阻滯 尤其是香港的高樓大陷 大家多數住二十多三十樓 大家想要坐升降 而Peter你養隻狗這麼大 有時不熟悉寵物的人都會害怕 會的 會的 會有這樣的朋友 你會遇到什麼困難呢 都試過很多次 譬如說坐升降 當然我們 譬如說坐升降到樓下 如果有人的話 我們都 先生 太太說你怕不怕狗 通常我們都是問過 才能進去 但有時我們落 中間有人會進去 中間一打開電梯 嘩 這麼大隻狗 整個彈開 你那隻是不是甘無尋昧 甘無尋昧 這樣都怕嗎 那些什麼狼狗 那些 有些人怕就怕 不論大隻小隻 這個是社會 一個教育不夠的問題 你遲些多說一些 你們性性上色 但我反而有一次看新聞 金無尋昧犬都咬過人 有一次好像是 會 可能他不知 咬主人好像是 可能他不知 他不知怎樣 激怒住人 或者是 有些什麼 弄到他不開心 這些個別事件 是個別事件 但你除了說上落 遇到住客 大家 互相引揚 但也有些 香港的大廈 不准養狗 有 你有沒有遇到這些 管理處被你阻撓 我美孚的時候 每個大廈入口 我又不見到 不准養狗 也見到 美孚新村很多人養狗 我才以為是可以養狗 但是管理員提醒過我 先生在這裏不准養狗 亦都告訴我 但我也沒有理會 管理員提醒過我 先生在這裏不准養狗 亦都告訴我 你可能少些人出入的時間 我那時住首樓 走樓梯下去停車場 盡量避免這件事 亦都不想被人投訴 我都走下去停車場 再走到街上 回來也是這樣的動作 但你這麽低調 都依然管理處 都對你實施勒手 是 是 是 其中有一個太太 我所知 她是那個 主委員會的太太 那些委員是 她很害怕狗 遇過她一兩次 見親她都叫救命 真是很敵意 她不是說 這個女人 之後我見過她 她在藥房 都是跟狗這樣玩 都是急務場戶 完全沒有那些害怕的反應 我覺得她這個太太 是針對性地對我的 所以她只是對你的狗 又敵熱 其他狗 都沒有問題 一狗沒有東西 這麽奇怪 她不是住在旁邊 住在我樓下 樓下 樓下 我在停車場 撞過她一次 坐升降機也撞過她一次 那你於是遇到什麽阻難 是否收管理處的警告信 最初是管理處的警告信 太太也說避一避 不要這樣 但你剛才說美夫那裏 很多人養狗 只是你收到信 警告信 一向都 狗不狗都發 即是不同狗主都收過 對 不同狗主都收過 狗不狗 一年 我想發一次兩次 但是他們沒有採取行動 但是我比較特別 去到最後就是 真是有律師順道 限個十四天要拿著狗 就是這樣 我講回歷史 美夫就是一個大型屋苑 以前你小時候不知道 住羊樓養狗 美夫住得羊樓不養狗 怎麼 錯的 錯的 不是這樣的 養狗不是這樣的 當時是這樣 所以美夫就是很多人養狗 以我的經驗 我九四年當選美夫區議員 當選已經有一群狗主 已經約我下去 發現當時荔枝公園還是爛地一發 已經去到那裏 幾十人圍著我 就想 本業主要出信 我們要怎樣團結 組織 一起跟他簽一個 自我 就是狗主自律會 我們要自律 怎樣怎樣 多久之前 幾年前 94 很久 每七八年 因為每幾年 管理公司會大組一次 那些狗主可能搬出 每幾年 於是又有一堆人 又要團結一次 又要那些菲律賓工人 又要大家自律 因為大家互相在社區 共處的時候 人和狗共處 你養得狗 一定要餵牠的其他 那都很對 他們 但是管理處 像Peter說的管理處 還有 那些委員 未能夠體會他們的心意 依然都是鐵腕 要求狗 走 因為狗騷擾人 因為狗廢 最初我也找了 周邦幫我們看 約一些業主立法團 出來大家談談 但是談談 你避避過一次 是 然後再回來 再回來 再回來 再告你 出律私訊 那時候我真是殺到你 怎麼應付 糟了 真的很擔心 那時候真的很擔心 搬 多數人都是以 14天你怎麼搬 搬完狗先 然後自己再搬 那也慘了 當然沒有理由 我和狗分開 是 完全沒有理由 一定我不會遺棄牠 或者之旅 我住在我媽媽一層樓 慘了 唯有拿大廈工契來看看 抄來抄去 都沒有說不可以養狗 雖然裏面有一條說 你經理人是有權隨時去更改 去改正那個住戶手冊 那些住戶要去遵守 但是你管理公司 我自己想想 你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大權力 我自己住的房子是自己 亦都沒有理由 將這麼大權力交給管理公司 沒錯 不如我和太太媽媽在談 不如試一下 要和他打官司 這樣才開始 但在你的官司之前 都有其他官司 我收到回來 有些是輸 然後輸了20萬 我聽說 好像四期那樣 我都 都是七期 都是七期 我都研究過那個案子 但他的項目是不同的 另外一期 四期是打輸了 他打一個項目 和我的項目是不同的 你打的論點是甚麼呢 Eclusive Right of Enjoyment 即是 住戶是全權享用那個物業的 和管理公司的權力 即是他做這個房子 做這個條文說不給養狗出來 是不成立的 是非法的 我打這兩件事 結果呢 兩件事都贏了 都贏了 現在他是不是要改住戶手則 甚至在公契上寫 公契就不能改 要百分之一百公 但贏了官司都不可以 因為他要改 住戶手則根本已經過時又過時 已經不會再被新業主的住戶手 我都有份 已經一九八幾年出的 那些人在說釣魚 那些甚麼都說 最後那個住戶手冊 那個不給養狗 是刪除了 刪除了 即是沒有甚麼法律效力 那你又全權享用了這個 我自己的物業 自己的物業 自己的物業 那那個官司 於是有甚麼後果呢 當然很多人不開心 很開心 那時候我們也有過 有一群人 都二三百人 最後就成立了一個狗會 他們自己 提醒一些狗友 大家去做好些 那這個大約是兩年前左右 2009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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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 我就開始打官司 所以那時候 一打完官司 我們感覺到 那些狗都指高氣揚 在平台走來走去 是 是 以前是屍屍屍屍的 躲在 因為那些護衛就說 說我這裏不喜歡香港的狗 婆婆和寵物狗在抱上 拿著走遮住頭 現在不是 好像偷運一樣 是呀 偷運銀蛇 上升 我自己也試過 真的 那個狗友見到我這麼惆悵 他設計了一輛車 送給我 什麼車 寶寶車 整輛點心車那麼大 哇 是可以摺起的 千方百計 那時候從1994年到2007年 大家在美福新村養狗的人 算是千方百計 怎樣偷運 又要收到管業處警告信 想問我怎麼辦 我們多數都說 你避一避 等未有正式律師信 或者想法庭的時候 大家都未去到法庭的時候 就不要盡量不要去到那一刻的階段 因為我們那時未有Peter的案例的時候 是輸面多一些 現在已經完全兩回事了 兩回事了 現在全美福新村 整個屋苑全部都是批准養狗 除了第八旗 除了嗎 除了第八旗 為甚麼 第八旗公契中就說明了 是的 是的 千萬 如果養狗 如果養狗就不要買第八旗 養狗 Low dogs are allowed Low dogs are allowed Cast is allowed 因為Cast 不用外出 他會覺得那個滋擾沒那麼大 但是貓 我有些朋友也養過貓 他們叫起來很厲害 小孩子也會哭 你是不是趕他們離開 你兩人都認識 你當他們的生命 你就明白了 很多事情 我那個案例的官員也這樣說 質疑陳衛宇 那個管理經理 管理經理 他說 如果那個單位生了一個嬰兒 晚上哭 你們管理處就可以 他搬走 是的 是的 例出來就說不准生寶寶 那個官有甚麼質疑 這個官也可能有同一個愛心 他有眾生平等的概念 有這個思維 是對的 是對的 我們聽完美夫 由不准養狗變為歡迎養狗的案例之後 我們下一集回來再講 其他有關動物權益的問題